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想玩wheelbike不一定要去韓國或日本 近近的原來台灣都玩到的 位於苗栗縣的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是台灣首個wheelbike 上年8月才開始營運 將台鐵停用近20年的舊山線活化 重新開放盛興車站至6號隧道的路段 今天就帶大家玩wheelbike馬上上車 苗栗這個wheelbike特別設計成Q版蒸汽火車頭的造型 我們由台鐵海拔最高的車站聖興車站出發 第一站去鑽山洞 駛入全場大約720米的2號隧道 一入到它裡面黑咪咪的 去到中段才發現隧道裡面原來周圍都設置了光影特效 紅紅綠綠的光 有時還會看到有景點介紹的投影 整條時光隧道這樣 離開隧道繼續走會經過一些小屋和舊車站 在韓國都會有這些wheelbike 但是苗栗這個特別在什麼 特別在它是有電動的 變成一扭個油門 你就不用浪費腳骨力去踩 車上面還有聲音到航 火車來了!火車來了!請迅速離開軌道! 踩下踩下終於來到魚騰平鐵橋了 而旁邊就是苗栗著名景點龍騰斷橋 看完美景再開前一點就要下車準備回程了 我們下車趁工作人員把火車掉頭的時候 就可以沿著樓梯走下去 來到龍騰斷橋、南斷橋秘境了 等全部wheelbike轉好方向之後就會沿路折返 回到起點聖興車站了 來回聖興車站至南斷橋秘境 全程大約11公里 慢慢踩的話大概一個小時就回到終點了 踩完wheelbike都有點餓了 要去飛牛木牆吃個招牌牛奶火鍋 好好地慰勞一下自己 飛牛木牆位於苗栗園的通宵鎮 這裡前身是養隻魚牛為主的農村 到1995年就轉型為觀光木牆了 木牆佔地有9個圍園這麼大 這裡有不同的動物園區 還有很多農莊體驗和DIY活動 最適合帶小朋友來親親小動物 第一站我們就來到Toby B的家 裡面又放了一包包草 給你買來餵小兔子 第二站來到羽牛區 在這裡你可以親手體驗一下渣牛奶 好 平時就是玩Switch 渣牛奶就渣得多 現在在這個牧場那裡 就渣真正渣牛奶 有了有了 渣到有奶出來了 原來都不是很難輕輕地駕駛就可以了 牧場裡面還有很多不同的動物園區 例如羊仔區 山羊區等等 山羊還好省地懂得推單車輪來拿東西吃 原來苗栗都有那麼多東西玩 下次來台灣千萬不要錯過 好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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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